有关新基建的提案是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我们测算是通过软件的形式 就可以使得目前的交通效率提升15%到30% 交通是一个GDP当中占比相当大的 就是仅汽车消费本身就有10万亿 如果加上加油加上汽车保险等等 大概是能够占到GDP的16%左右 如果效率提升15%到30% 就意味着GDP能够增加2.4%到4.8个百分点 所以这方面的这种提升会对整个中国的经济 会有一个明显的促进作用